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纽约市公共住房的居民Shalisa Hill怀疑自己因为饮用的水寒深而导致健康问题 这与市长Eric Adams此前宣称的水值安全声明形成鲜明对比 接着,我们将转向南奥马哈 那里的立法赛跑吸引了三位来自不同政治和生活背景的候选人 他们将争夺一个重要的席位 最后,我们来看看房贷利率的变化 尽管利率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大 这对于正处于春季购房季节中心的潜在购房者来说 或许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纽约市的公共住房中 居民们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关注和担忧 Yahoo!US报道 一位名叫Shalisa Hill的居民 在每天早晨醒来时发现眼睛肿胀 头发成树脱落 这一切的背后,竟是怀疑是由于身中毒所致 2023年3月,Hill因为疑似身中毒而被送往急诊室 他的尿液样本显示身含量为每升117维克 这一数值是触发向周报告预值的两倍多 医疗记录显示,Hill在急诊室接受了因身毒性症状 引起的关注的治疗 这一事件对于纽约市市长Eric Adams来说是一个难题 因为在2022年,另一次水污染恐慌之后 他曾宣称Riss Houses的自来水是安全的 在另一边乡,南奥马哈第五区的立法选举展示了政治和生活经历的全方位竞争 Yahoo US报道,三位候选人争夺这个由即将任其届满的州参议员Mike McDonnell留下的席位 这三位候选人分别是Gilbert Ayala,Marco Juarez和Flint Harkness 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和生活背景 这场竞选不仅是对政策的争论 也是对候选人个人经历和能力的考验 在经济领域,房贷利率的变化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2024年5月7日,30年其固定利率房贷的平均利率为7.22% 而15年其固定利率房贷的平均利率为6.47% 这两者都较上周有所上升 Freddie Mack的首席经济学家Sam Carter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随着我们进入春季购房季节的核心阶段 30年其固定利率房贷已连续第五周上升 一般来说,全年超过三分之一的房屋销售发生在3月到6月之间 在这个历史上最繁忙的时期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潜在的购房者不太可能很快看到利率上升的缓解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社会的多面性 从公共住房居民的健康问题到政治竞争的多样性 再到经济领域房贷利率的变动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当事人的生活 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和挑战 无论是政府官员的决策还是市场的自然调节 都在不断塑造着我们的社会环境 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 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和原因 对于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和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 房地产和住房政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从俄罗斯对占领地区房产的国有化 到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暂停实施买下权计划 再到美国密歇根州荷兰市的可负担房屋项目 获得税收优惠 这些事件揭示了住房政策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根据明镜周刊的报道 俄罗斯计划在其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国有化房产 这项新法律已在卢干斯克地区通过 针对的是那些无主或业主为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房产 这一举措被视为俄罗斯试图合法化其军队夺取的房产 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 他迅速将那些吸引人或为受损的房产分配给自己的人民 包括士兵、公务员和建筑工人 他们纷纷搬进了被占领城市中的空置公寓和房屋 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工党成员安迪·伯纳姆提出了一项计划 呼吁暂停实施买下全房屋计划以解决住房危机 BBC报道称 这项计划允许公务员住房租户以折扣价购买自己的房屋 但伯纳姆认为这导致了社会住房存量的减少 伯纳姆承诺在大曼彻斯特地区建造1万套住房 每个行政区至少1000套 他还计划引入大曼彻斯特良好房东宪章 以提高私营租赁部门的标准 在美国、密歇根州荷兰市南侧的一个新的可负担房屋开发项目 在获得低收入房屋税收优惠后得以推进 Yahoo US报道 这个项目是Dwelling Place of Grand Rapids 荷兰社区行动中心和小河奥塔瓦印第安人部落的联合企业 第一阶段包括两个地点 14街345号的估计39个单位和10街的13个单位 第二阶段在科伦公园路和15街将包括5个三卧室连排别墅 这些事件表明 无论是在战争下的占领地区 还是在和平的城市中 住房政策都是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俄罗斯在占领地区的国有化行动 英国对买下权计划的反思 以及美国对可负担房屋项目的支持 都是在寻求解决住房问题的不同途径 这些措施不仅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也反映了政府对待住房问题的态度和策略 在英国的住房市场 居民们面临着种种挑战 从学生宿舍的恶劣条件 到首次购房者和希望重新抵押的屋主所承受的高昂成本 再到长期等待社会住房的家庭 这些故事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现实 住房危机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在卡迪夫 学生们正忍受着生活在有霉菌 臭虫和老鼠的住所中 而他们的租金却在不断上涨 根据活动人士的说法 卡迪夫的平均租金现已首次超过了每月1000英镑 约1237美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威尔士的平均租金价格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9% 威尔士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政府正在考虑引入新的公平住房法规 以控制房东可以收取的租金金额 而对于英国的首次购房者和希望重新抵押的房主来说 他们仍然面临着寻找负担得起的交易的重大挑战 根据Halifax的数据 英国的平均房价在4月份上涨了0.1% 典型的住宅现在的估值为288,949英镑 由于预计英格兰银行今年将减少利率降低的次数 房价在2024年初基本保持不变 而抵押贷款利率却在上升 Halifax指出对于新买家和那些结束固定期限交易的人来说 负担能力的约束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爱丁堡 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6岁的儿子 经历了长达10年的在住房名单上等待后 终于获得了一个永久的市政公寓 Stacey和她的儿子被爱丁堡市议会 在几个无家可归者公寓之间转移了将近10年 市议会已经宣布了住房紧急状态 并正在与合作伙伴房东 第三部门和房屋建筑商一起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这些故事展示了在英国不同地区 人们在住房方面所面临的广泛挑战 从学生到首次购房者 再到长期等待社会住房的家庭 这些问题凸显了住房市场的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 随着政府和相关机构寻求解决方案 许多人仍然在努力寻找一个稳定和负担的起的家 在澳大利亚的偏远社区 居民们为了保持灯光亮起 不得不依赖一系列的延长线 但好消息是帮助即将到来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位于西澳大利亚的Embelgan社区 一个原住民社区 居民们对他们不得不使用的次标准电力系统感到担忧 社区依赖一个发电机来提供电力 这不仅运行成本高昂 而且每天可用的时间有限 社区领袖威廉史密斯 William Smith 花费了他大部分的养老金 在柴油燃料上 政府已宣布计划投资2亿澳元 用于升级该地区偏远社区的基础设施 包括Embelgan 州级公用事业公司Horizon Power 正在努力改善电力供应 并解决社区的安全问题 在另一方面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 Jim Chalmers 已确认下周的预算将包括增加福利支付的措施 2022年成立的经济包容咨询委员会 上个月呼吁将Job Seeker失业救济金 和相关支付每天增加17澳元 查尔默斯没有指明将采纳哪些建议 但他表示委员会的工作是重要的受到好评的并且信息充分的 他还排除了完全采纳委员会建议的可能性 称由于预算限制政府无法负担实施每项建议的费用 同时在悉尼由于租赁市场的竞争 临时的学生和工作者正难以找到可负担的住房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住房的缺乏导致人们为了节省成本而挤在一起居住 甚至出现了人们共享床位的情况 过去一年里 悉尼的中位数租金上涨了9% 这意味着人们为更少的居住空间支付了更多的费用 这些报道揭示了澳大利亚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 从偏远社区的基础设施到全国范围内的福利支付 再到大城市的住房危机 政府的介入和投资计划显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愿 但同时也暴露了资源和预算的限制 在Imbalgan社区 政府的投资计划带来了一线希望 展示了对偏远社区的关注和支持 而财政部长的预算声明则强调了 在有限资源下平衡经济包容性和财政责任的挑战 在悉尼租赁市场的危机反映了城市化和人口增长 带来的压力以及对政策和市场干预的迫切需求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澳大利亚社会和经济面临的复杂性 以及政府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角色 无论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调整福利政策 还是通过解决住房危机 这些努力都体现了对更公平更包容社会的追求 然而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耐心和不懈的努力 以及持续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合作 在当今的澳大利亚 经济问题成为了热门讨论的主题 其中有以通货膨胀问题最为严重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虽然曾一度看似正在缓解的通膨现象 如今却再次显示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在租金、健康和教育等基本服务领域的价格上涨 更是令人担忧 面对这一问题 专家们对于是否应进一步提高利率 以抑制通胀持有分歧意见 一方面 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 然而 另一方面 也有声音质疑是否应该使用利率这一工具来解决问题 提高利率主要影响那些拥有浮动利率房屋贷款的人 这些人往往是年轻且负债较重的群体 因此 有观点认为 应该通过税收和支出政策将对抗通胀的负担分散到整个社会中去 而不是仅仅让贷款者承受压力 然而 在7月份实施税收减免后 政府预算盈余的情况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使得透过财政政策来平衡通胀的挑战更加艰巨 值得注意的是 澳大利亚的一些最聪明的头脑依然紧抓着过去对于通胀的理论 未能意识到曾经控制通胀的因素可能已经不再适用 这种固守过时理论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最脆弱的群体为了节省开支而减少必要的消费 从而创造出比通胀更大的问题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 Yahoo US提供了一个与房屋贷款相关的财务保护建议 即考虑购买抵押贷款保险 这种保险能够在借款人去世且贷款未清的情况下 代为偿还剩余的抵押贷款 从而为借款人的家庭提供一份安心 确保他们可以保留住房 而无需承担每月的抵押贷款支付或被迫出售房屋 这样的保险策略在当前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 为家庭提供了一种财务安全网 总的来说 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的通胀挑战及其解决方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从利率政策到税收和支出政策 再到个人财务保障措施 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利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寻找一种既能有效控制通胀 又能保护最脆弱群体免受影响的策略 对政府和个人而言都是一项重大挑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